为了一套购买学区房的资格 老婆劝我假逼婚 结果就在签完购房合同的一瞬间 她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在我绝望的目光中走出门 坐上了一辆宝马扬长而去 从小到大我父母的家教都十分严厉 早恋 抽烟 酗酒之类的 坏毛病几乎在我身上找不到一点 最后 我也理所当然地成功 考上了人人羡慕的985大学 成为了街坊邻里亲朋好友 嘴里的别人家的孩子 在进入大学的迎新晚会上 我看到了了大我一届的学姐高杰 成熟知性的形象瞬间就吸引住了我的目光 而她也似乎注意到了我这个青色的学弟 从那天之后 高杰就开始对我的追求 从未有过恋爱的经验 我哪里经得住这样的诱惑 很快就坠入和她坠入爱河 大学毕业前夕 我代表着学校参加奥林匹克数学 竞赛青年组的比赛并且成功未免 在大家都在抱着一摞简历乱头时 我的offer都已经多到开始丢向垃圾桶 而且没有一家低于百万年薪的 就在所有人都在期待我会选择哪一家时 我却因为高杰的一句话想要回家结婚 放弃了所有跟着她返回了老家 开了一家普普通通的牙医诊所 而从小到大望子成龙的父母甚至于追到了学校 我为了高杰和他们大吵一架 和高杰返回老家成婚 就在我在期待之后的幸福生活时 婚后的高杰却彻底不负之前的温柔之心 每天都是一脸嫌弃的说 李彻 你能不能有点上进心 每天摆弄你那个破诊所又挣不了几个钱 你看看我那几个小姐妹的老公 不是宝马就是奥迪 甚至莉莉老公还开着一辆马沙拉蒂 你再看看你 全身上下有一件值钱货色吗 我看着眼前的陌生的妻子 心想我只要足够爱她一定 可以便回来曾经那个高杰的 很快我们就有了我们的爱情结晶 竟然还是双胞胎 我喜出望外对于平时高杰的妈妈更加容忍了 虽然放弃了高薪工作 但是作为数学天才的我还是 把一个小诊所做了一起来 但是当我找到高杰 想要拿出以往的积蓄开一个分店时 他却一脸满不在乎的躺在沙发上玩着手机 哦 你说那笔钱啊 我给我弟弟了 听到这句话 我瞬间感觉血压都上来了 只能抢压着心里的怒火问道 小杰 你 你为什么要把这笔钱给你弟弟 这笔钱是我攒了很久的 现在我有大用 你 你现在能先让他还给咱们吗 听到这句话 高杰这么眼都没有看我一眼 满不在乎的说道 我弟弟要结婚差一套房子 他是我亲弟弟给他又能怎么样呢 瞧瞧你那小气的样子 李彻 整个就是个窝囊废 我当初怎么就跟了你呢 这句话瞬间点燃我的怒火 我再也按耐不住 直接扬起了巴掌做食欲打 谁知高杰看见我的样子 直接把手机摔在我的脸上 持着我的鼻子骂倒 好你了 李彻 你现在能耐了 还想要打我啊 来啊 你打啊 就在这时 我的两个儿子咿咿咿咿的走了出来啊 我只能强行压下心中的怒火 后来 我大学上下铺的社友提出 想要做一款游戏 但是却没有什么方向 只能飞来找我这个曾经的天才出注意 那段时间 我每天都和他们混在电竞酒店 高杰则是一脸嫌弃地说道 我告诉你李彻 就你那几个打游戏的狐朋狗友 我告诉你 你离他们远点 整天就知道不务正夜打游戏 三个哥们一直在劝我跟他们一起出去 闯一闯一直留在这个小市区能有什么发展 即使在上飞机的前一刻还在劝我 但是一想到高杰 我只能忍痛将他们送上飞机 果然 一段时间之后 录音上他们做的幻兽帕鲁在大火 几乎可以说是创造了付费游戏的历史记录 而且还只是出自一个只有三个主创人员的小公司 这一成绩令国内外几乎所有的游戏巨头震惊 纷纷向他们抛来了橄榄枝 听到这个消息 我由衷地替他们感到开心 同时也感到对自己感到遗憾 在我将这个消息分享给高杰时 得到的却是他的冷嘲热讽 呵呵 我当时就说过了 你这群狐朋狗友都是一群白眼狼 有这种挣钱的好机会都不想着你 我当时怎么想到竟然会嫁给你 真是瞎了眼 看着眼前的高杰 我不断地安慰自己 可能是生孩子太辛苦了 才导致他变成这样 只要我以后加倍对他好 他一定会变回来的 一定会 直到前一段时间 大宝二宝都要上学 上面出了新规定 除了抽签之外单亲家庭 可以获得一套学区房的购买资格 当得知这个消息时 高杰就一直怂恿我假离婚 为了大宝二宝虽然心里失分 不安我还是同意了这件事 但是就在办完离婚 签完购房合同的时候 他却一脸不屑地甩开了我的手 坐上了一辆宝马扬长而去 透过车窗 我隐隐约约看到一旁的 那个就是高杰上班的公司老板周明 看着眼前的一幕 我瞬间蒙了 但是还是下意识向着那辆宝马 驶去的方向狂奔而去 不断呼喊着高杰的名字 那扇车窗却丝毫没有要降下来的意思 高杰似乎连回头看我一眼都不愿意 我无力地瘫坐在了路边泪流满面 上天仿佛给我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嘲笑着我的天真 为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 不是都说好了吗 等到学区防疫签字 我们就复婚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高杰 难道我平时对你不好吗 平时我几乎对你百依百顺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在我绝望之际 我突然想到了我还有大宝二宝 对没错 我还有他们 想到这 我勉强擦干眼泪站起身子 跌跌撞撞地走向了车库 驾车驶向幼儿园 但是当我赶到幼儿园 高杰的一句话 彻底击溃了我的内心 在强忍住心中的悲伤 很快我就赶到了 大宝二宝的学校门口 看着紧闭的学校大门 我内心中的绝望 仿佛也被冲淡了一丝 深吸一口气 现在大宝二宝 就是我以后生活的希望了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 五点半的放学时间 没一会校门口出现了 成群结队向外跑的孩子 几乎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 背着橙色LV书包的大宝二宝 满脸欣喜的伸开双臂 跑了过去 我以为大宝二宝会像往常一样 兴奋的向我飞奔而来 扑进我的怀里 就在我满心欢喜的 蹲在那里时 他们却是像对待陌生人一样 切生生的往后退了一步 就像我往常教给他们的 对待陌生人的方法 眼前的一幕 就像是一把尖刀 再次进入我心底 我强忍着内心的情绪 磕磕绊绊地向前走了一步 大宝 小宝 我 我是 还没等我说完 只感觉腹部一股距离袭来 整个人瞬间倒在了地上 当我抬起头时 一身笔挺西装的男人出现在 了我眼前一脸冷笑地看着我 向着大宝二宝挥了挥手 爸爸 爸爸你来啊 看到这一幕 我如遭雷击瞬间愣在了原地 我心中勉强抱着一丝希望 挤出一抹微笑看着他们 大宝二宝 我 我才是你的爸爸啊 还记得爸爸教给你们的话吗 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走 还没等我说完 高洁一脸冷笑地 从那辆宝马走了下来 十分嘲讽地看着我 李彻 孩子又不是你的 他们又凭什么跟你走啊 你也不撒抛尿 照照自己什么德行 就你也配当我儿子的父亲 穷鬼一个 这句话瞬间将我内心的希望 全部击碎 我只感觉心中的一股火气 瞬间喷发 猙獰着冲向了一旁的高洁 高洁 你大爷的 老子弄死你 但是很快就被几个一身 黑色西装的男人蹲在了地上 周明一脸挑衅地拉着高洁 和大宝二宝走了过来 一脚踩在了我的身上 这一刻我的尊严 彻底被踩在了地上 就像一条傻狗一样 被踩在脚下 呵呵 李彻 你不过就是一个穷孙的垃圾 就你也配合我强女人 你配吗 此刻 身体上的疼痛已经令我麻木 一脸绝望地躺在了地上 这时的校园门口正直放学时段 周围家长指指点点的声音 不断刺激着我的大脑 眼眶中的泪水 终于再也止不住流了下来 这一刻对父母的愧疚 填满了我的心肩 呵呵 李彻 这个东西就留给你自己 好好看看吧 这辈子你都只配匍匐在我脚下 一叠白纸被高杰甩到了我的脸上 DNA鉴定报告 这时一阵风吹了过来 洁白的纸张哗啦啦作响 生理学上存在血缘关系的 概率为0.0000001 这一行小子犹豫 一把血淋淋的刀在 我原本就破碎不堪的心脏上 来回穿刺 刺痛着我的神经 原来 原来那个小丑一直都是我 十年啊 十年的感情难道从头到尾 都是一个甜美的骗局吗 高杰 是你啊 你竟然如此看不上我 当初为何还要过来招惹我 为什么 泪水打湿了我的面容 只感觉周围的事物天旋地转 眼前的一切渐渐模糊 当我醒来时 眼前纯白的 环境告诉了我现在的处境 望着头顶的天花板 眼前那对男女嘲讽的面容 再次在我眼前浮现 我心中瞬间再次被愤怒填满 双眼瞪得很大 嘴里开始喘着粗气 抓着霍兰的双手 因过度用力渐渐发白 旁边心电监护仪 发出了滴滴的警报声 这时一个身影 着急忙慌地推门走了进来 当我看到我苏醒 苏承长舒一口气 走了过来 带着一抹担忧地看着我 老李 你到底怎么搞啊 你知道当时我接到电话知道 你的晕倒了 我有多担心吗 你咋把自己搞成这副样子了 我并没有回答 闭上眼睛缓缓平复了内心 带着一抹落寞地开口道 橙子 我离婚了 苏承从旁边拿起一个橘子 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已经知道了 你也别怪兄弟嘴之 当时大学毕业时 兄弟们都劝你 别跟那个女人走 那种女人玩玩可以 但是别走心 你当初 哎 不说了 我这时从刚刚的情绪中 回过神来 看着坐在床边的苏承问道 我记得这回你应该在京城 准备换兽帕鲁的游戏发布会 怎么会 苏承把包好的橘子 直接一整个塞在了我嘴里 没好气地说道 哼哼 你也知道啊 当时我在发布会后台 正准备上台 突然接到电话 当时我吓了一大跳 赶忙订机票回来了 这不刚刚把那个 打电话的哥们送走 文言我沉默了几秒了 眼中复仇的怒火 渐渐燃起 渐渐抓住坐在床边的苏承 承子 我要报仇 我要让那对狗男女 付出应有的代价 苏承却并没有任何悲伤 反而是十分激动地看着我说 就是 你早该这样了 我给你说 就高捷那个剑 女人你早就该把她踹了 我犹豫地看了一下苏承 但是 苏承似乎猜到了 我想要说什么 一脸笑意地抱着我的肩膀 放心 你的那一份 大家一直都给你留着呢 大家都在等着你回来呢 我心中闪过一抹感动 毕业季 大家迎着夕阳宣誓的场景 再次在眼前浮现 无论发生什么 不离不弃 就在我愣神期间 苏承拿着一张 黑色的银行卡走了进来 把它放在了我的手上 这 这是 这是一千万 你先拿着用 我原本想要拒绝 这个游戏 虽然最初的创意 和底层代码是我写的 但是后期的开发和运用 我都是没有参与的 按道理来说 这钱我不该拿的 但是 苏承态度坚决 几番推诿过后 我还是收下了 现在我几乎可以说 是一无所有了 要想复仇 这笔钱必不可少 那天 我和苏承聊了很久 最终决定让我回去 担任CEO统领全局 据苏承所说 目前这个 游戏口碑两极分化十分严重 目前整个公司 都陷入了创作瓶颈 兄弟们都不知道 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了 说定之后 很快就给我办了出院 原本就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突然受了大量刺激 导致的暂时心晕绝罢了 当站在航站楼之前时 我回头看向了 身后的这座城市 这一座城市 几乎承载着我曾经的所有 如今我离开时 却一无所有 呵呵 我自嘲地笑了笑 随后走进了航站楼 不再回头 与此同时 在机场入口处 大富翩翩的周明 带着高杰和两个孩子 同样走向了 头等舱后机室 老周 你这次什么情况 怎么突然调到了京城了 周明眼神躲闪了一下 带着一抹不耐烦的语气说道 哎呀 我都说了 这次是总部 直接下的吊令 我也没有办法 而且去京城 不必带着这个 鸟不拉屎的地方墙 高杰文言犹豫了一下说道 可是 我妈还在这边 我们去了京城 周明文言更加的不耐烦 直接把高杰的手一把甩开 他们又不是没有自理能力 我每个月给他们的还少吗 实在不行 还有保姆 难道我要为了他们 知道了 我不会再提了 哼 带好孩子赶紧走 一会不敢烫了 说吧 周明大摇大摆地走在前面 只留下高杰一个人拉扯着 两个孩子慢慢走进后机室 橙子 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最近我嘴里都快淡出个鸟了 我看着旁边一脸愁聋的苏承 笑着推了推他 哎 还吃呢 我都快愁死了 听说最近岛国那边的公司 似乎反应过来了 听说准备起诉我们呢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随即毫不在意地拉着他 走向了吧台 嗨 放宽心了 修那边公司摆烂的调性 等他们反应过来 都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而且这种跨国案子 又是岛国那边的 取证会十分困难 放心没事的 苏承文言似乎也终于放松了下来 梅雨间的阴霾散去不少 你好 帮我做一份牛肉面 不要面 苏承站在旁边扑斥笑出了声 我说老李 你这是哪一股的点法 你都不怕人家打你 歉 你懂个屁 这是生酮饮食 学着点吧 苏承文言笑得更加开心了 好好好 生酮饮食 生酮饮食 我无奈地翻了翻白眼 正准备开口 旁边一道让我终生难忘的声音响起 呵呵 这穷人就是穷人 到哪都改不了这爱占便宜的特性啊 就连蹭人家的公募仓后机室 都得或者那点小便宜 听到高杰的声音 我原本已经渐渐平息的内心 再次泛起波澜 苏承也收起了笑嘻嘻的样子 眼神中带着一抹寒意 果然周明和高杰 一脸嘲讽地看着我走了过来 呵呵 李彻 你知不知道这里是头等舱的后机室 你是怎么混进来的 保安呢 这种人怎么能放进来 赶紧把他轰出去 我眼神冰冷地看着高杰 强行忍不住冲上去打他的冲动 拿起服务员递过来的碗就准备走 谁知高杰直接一个侧身挡在了我面前 一脸戏动地看着我 哟 这是占了便宜就想逃啊 保安 保安人呢 头等舱的后机室 怎么能让这种人混进来呢 这安保怎么做的 这边吵闹的声音也把保安的吸引了过来 两个身穿制服的保安走了过来 再了解了一下事情经过后 那两个保安一脸犹豫地看了我一眼 您好 这位先生 能麻烦您出示一下登机牌吗 我冷冷地扫射了一下 在一旁等着看笑话的高杰 正准备拿出登机牌 谁知旁边的苏承直接甩出了一张黑卡 认识吗 那个两个保安在接到这张黑卡时 瞬间愣住了 随后在高杰震惊的目光中 他们一改之嫌的态度 恭敬地看了我和苏承一眼 您好 尊敬的黑卡用户 对于我刚刚的行为感到十分抱歉 请您一部贵宾室 那边有专人在服务您 苏承露出一抹不屑的笑容 还准备说什么 我冰冷地扫射了一眼那对狗男女后 拉着苏承就离开了 老李 你拉我干嘛 不然我刚刚高低给这对狗男女来点颜色看看 我沉默了一下 随后带着一抹恨意地说道 承子 我想要亲手报仇 看样子他们应该也要去京城 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苏承叹了一口气 拍了拍我的肩膀 并没有说什么 后机室的另一侧 高杰看着我们离去的方向也似乎愣住了 因为他一直反对我和当初的那群朋友联系 而我的那些好哥们也一直觉得高杰这个女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所以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 哼 什么东西啊 肯定是也不知道从哪进来的黑卡 周明则是带着一抹沉思地拉住了高杰的手 行了别说了 马上登机了赶紧走吧 经过两个小时的航程 很快飞机就落地京城 当我刚刚走到地下停车场时 果然又遇到了阴魂不散的那对狗男女 高杰站在一辆奔驰面前 看见我下来再次换上了那副趾高气扬的面孔 一脸嘚瑟地指着旁边的奔驰说道 呵呵 李彻 你能蹭别人的黑卡又如何呢 看见这是什么没有 奔驰 你这辈子能买得起一根轮胎吗 看着眼前嘚瑟的高杰 我双手紧紧拳 指甲仿佛要刺进了肉里 就在我就要爆发的一瞬间 身后突然传出了一道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您好 苏总 李总 请上车 公司的各位股东已经在等您了 我一脸震惊地回过头 果然一个熟悉的面容出现在我面前 穿着一瞬黑色西装的耗子 站在一辆新款麦巴赫旁边 一脸恭敬的模样 要不是我了解他 我都以为他真是四季 看到这一幕 高杰脸色瞬间涨成了猪肝色 但是嘴上还是硬撑着说道 哼 你这又是从哪租的车 不便宜吧 要我说真没必要打肿脸冲胖子哦 呵呵 看到高杰这死压嘴硬的样子 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一句话都没说 直接上了浩子的车扬长而去 那对狗男女谋划了这么久 把我的家产都夺取了 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 我最大的财富 其实一直是这帮兄弟和我父母 给了带来的与生俱来的天赋 他们会为今天的作为后悔的 浩子谢了 要不是你演这一下 我刚刚差点没忍住 上去揍他们 浩子也恢复了一点笑嘻嘻的样子 边开车边说道 嘿嘿 哥 现在大家都等着你回去呢 大家听说你要回来都高兴坏了 都在公司等你呢 浩子还和以前一样 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 哥 要我说你就应该早就和那个贱女人离婚 那是个什么玩意 你当初要不是被他拉回去 现在我们兄弟 浩子还没说完 坐在副驾的苏承一脸美好气的打断道 就你话多 好好开你的车 浩子也意识到不对 带着一抹不好意思的神色看了我一眼 我一脸不在意的挥了挥手 没事浩子 我明白的兄弟们也是为我好 他们也似乎看出了我不介意这个话题 顺便也把整个工作室目前的处境说了一遍 换兽帕鲁这个游戏 现在虽然是市面上最为火爆的游戏 但是毕竟是买断制的游戏 而且有吃官司的可能 万一到时候吃官司导致游戏暂时停运 对于整个工作室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所以现在继续开辟出一个新的赛道 他们也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甚至已经做出了不少尝试 但是无一例外全部失败 现在公司的资金流 已经只可以支撑一个游戏的制作了 几乎已经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失措的成本了 京城雄安开发区 看着整整三层的字母跳动有限公司 我有点棱住了 作为一个新公司或者说工作室 这个规模确实不小 字母跳动公司作为现在全市青年创业模范项目 上面的扶持可以说是十分的大方了 这三层楼几乎可以说是免费给他们使用了 其他方面优惠更是离谱 当我到三楼会议室时 三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了我眼前 小凡 六子 阿峰 大学时 我们宿舍六个人就整天混在一起 就连当初的数学竞赛我都是带着他们一起 小凡一脸激动的过来给了我一个熊抱 欢迎回家 彻哥 听到这句话 我泪水瞬间打湿了眼眶 我当初为了所谓真爱 几乎放弃了所有 但是当我今天感受了什么时刻 就在此时 背后突然响起一道十分令人厌烦的声音 好啊你 李彻 我就说呢 你当初怎么就爱和这帮狐朋狗友混在一起 原来是在外面藏了一家公司啊 高杰 刚刚都没有注意到高杰和周明在后面一路尾随着我们 跟了过来 李彻 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拉扯两个儿子 你竟然给你这帮狐朋狗友藏了一家公司 你对得起我吗 你是不是故意想要离婚 不行 你必须补偿我和两个儿子 还有儿子以后的抚养费你都得出 不然我就要去告你 看着高杰一脸不愤 脾气最火爆的六子当场就忍不住了就要冲过去 我还是把他拦了下来 靠 就你这臭娘们 这些年要不是彻哥 你能过得那么好 你还有有点叫苦 你出个毛啊 就你干的那杯肮脏事 你还好意思在这说 还好意思要扶养费 你怎么不去死啊 当年要不是你 彻哥可谓是前途一片光明 就你耽误了我彻哥 我呸 妈的 我并没有阻止六子继续骂 反手一巴掌直接打在了他脸上 冷冷地盯着高杰 高杰我告诉你 我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拿的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啊 好你个李彻 你竟然敢打我 老娘打死你 高杰一下子被我打懵了 回过神来张牙舞爪地冲过来 但是很可惜 旁边直接冲过来了两个保安 架起了高杰直接丢了出去 我瞥了一眼在一旁的周明 呵呵 放心你也逃不掉 给我等着 说吧 我直接转身回到了公司内 早就准备好的会议室内 阿峰赶忙拉着我坐下 彻哥 那娘们走了 现在先说说公司的现状吧 现在整个公司的中心 还是在换售帕鲁上 但是就国内这个大环境而言 收费游戏流量还是不行 现在还是在吃当初那一波老本 整个公司目前属于一个负增长的模式 苏承看了一口说道 老李 现在整个公司流动资金剩下的 应该不足一千万了 除去必要的广告投入 我们应该还有一次机会 要是在失败的话 上市应该是不用想了 就只剩下被收购一条路了 我看着帕上的数据陷入沉思 整个会议室都陷入了激进 现在这个情况 如果在做免费端的游戏估计够呛 免费端虽然可以借助一些大平台 拥有流量基数大 但是可玩性毕竟不高 玩家年性太差 公司这个情况经不起什么风貌了 收费端的话 有了 听到我这句话 大家眼神瞬间都亮了 你们觉得当年有一款游戏叫做守护者吗 大家听到这句话 似乎有点失望 但还是点点头 愣愣 当年这一款游戏也火遍了大江南北 但是后来有不少公司想要模仿 但是无一例外全部失败了 我们现在再拿出来做 是不是有点 耗子带着一抹犹豫的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他们的意思 嘴角带起一抹笑意 我当然不是为了抄他们 看着大家疑惑的眼神 我自省一笑 将怕上的内容投到大屏幕上 你们看 这是盗国曾经的一款游戏 是一款恋爱动画交互式的游戏 在岛国是十分火爆的 苏承听到这 一脸疑惑的开口道 老李 这款游戏我也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种毕竟是特殊情况 是基于岛国那边特殊的动漫文化氛围造就的 国内的动漫文化毕竟是小众文化 我们现在切入是不是有点晚了 我听到这嘴角露出一抹神秘的微笑 继续说了下去 大家先别急 继续听我说 确实这种动漫在国内算小众 只能算是小众 但是 要是我们和我们本土文化结合 来进行一定的改编 那可就不一定了 苏承反应最快 几乎在我说完的一瞬间 眼神瞬间亮了 直接站了起来 老李 你说的是 没错 我们把这两款游戏结合一下 既然二次元在国内并没有市场 那我们就做一个真人情景游戏 而且可以做一个多条主线 多条女主的游戏 根据玩家不同的选择 给出不同的结局 这回大家都反应不来了 纷纷站了起来 一脸激动的看着我 我放下手里的pad 自信的看着我大家 我们就做一个真人恋爱交互类游戏 名字的话就叫完了 我被美女包围 随后我开始讲解 这款游戏的优劣势 目前我想的这款游戏 首先在投入方面 主要是演员和编剧 对于拍摄方面 倒是没有多大的需求 而且 在前后端的处理上 其实并不需要很大的投入 公司内部员工基本可以搞定 而且现在市场对于小游戏 几乎已经饱和 很难有作为 大型游戏倒是一块大蛋糕 但是 以我们公司目前的资金 很难做成功 这个游戏几乎可以说 是一个独特的创新型赛道 而且有换售帕鲁 残余的流量支持 我估计会在市场上 引起很大的反响 按照我的估计 投入应该在300万左右 回报我预估在500% 应该没问题 说到这 大家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严重的热气 哈哈 彻哥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你一定可以的 就是就是 彻哥你就说吧 我们先进行初步讨论 成立一个小组 准备做一个游戏框架 到时候那边拍摄已结束 我们就可以直接导入了 小凡 你去物色几家传媒公司 准备拍摄 橙子 你尽快出一份 投入资金预案 300万应该问题不大 浩子 你和我一起去找演员 这是这个游戏 目前最重要的部分了 马虎不得 很快所有部分 开始同步推进 我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 眯起眼睛 看着眼前的屏幕 高杰 从今天开始 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随后我开始在电脑上敲击 作为曾经的奥林匹克冠军 我自然知道一下 普通人不知道的东西 很快电脑上就出现了 一行熟悉的字眼 您好 欢迎来到暗网 我深吸一口 随即直接发布任务 就周明畜生 私下里的肮脏事 估计不少 很快 就有一名职业侦探 接到了任务 等着吧 你们这对狗男女 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让我没想到的是 一周之后 竟然接到了高杰父母的电话 接起来我才知道 高杰竟然把他爸妈都接了过来 想要约我谈一谈 高杰父母在结婚前 和高杰一样对我挺好 但是在结婚后 却对我十分嫌弃 我思考了一下 还是决定答应见一面 有些话还是说清楚比较好 很快就到了第二天的饭局 当我到饭局时 只见到他们三个人 抱着两个孩子坐在那里 见到我进来了 他妈一脸为我好的表情拉住我 一副语重清长的语气说道 哎呀 小李啊 你也知道 这小杰从小在我们跟前 娇生惯养习惯了 可能有点坏习惯 但是总体还是好的 我一直觉得 小李你是一个好孩子 可千万不能学那个陈世美啊 现在你发达了 怎么能把他们都抛弃呢 哎 我文言冷笑了一声 呵呵 不光恶人先告状 还和以前一样想要披握我 看我不说话 以为我和以前一样被说动了 哎呀 小李啊 现在找一个合适的人多难啊 你和小杰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有孩子了 小杰也是个好女孩 你放弃了多可惜啊 你看 我听到这直接笑出了声 一脸冰冷地看着他们 好女孩 你们是不是对好女孩这个词 有点什么误会啊 就你们女儿干得大点肮脏事 还需要我拿出来说吗 你还有点说孩子 那两个孩子怎么回事 我相信你们心里清楚 我 他把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看 啪的一声直接站了起来 指着我说道 好你个李彻 你什么意思这么和阿姨说话 还有没有点尊卑 听到这句话 我再也忍不住了直接抱粗口 我最爱恋了 我告诉你一个老灯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货色吗 算是让我见识到了什么叫 有其父必有其女 看着一脸目瞪口呆的高杰 我指着他说道 就凭你也配得上我 凭什么 也不撒抛尿照照自己 你会干点什么 没我你早就饿死了吧 高杰背对得哑口无言 脸色仗成了猪干色 憋了半天来了一句 我 我会生孩子啊 人家男生都是向下兼容 就你高贵 我瞬间被气笑了 哟喝 生孩子 你可真是厉害呢 不过确实啊 你确实会和野男人生孩子 哈哈 万人睡的娘们 高杰瞬间等大双眼看着我 似乎也没想到 我会在他父母面前 把这些事情翻出来 高杰父母听到 这脸色瞬间铁青 一脸怒容的指着我 李彻 你 你是什么意思 小杰是你的妻子 你怎么能这么侮辱他 你说这话可是要讲证据的 听到这句话 我都快被气笑了 呵呵 妻子 不好意思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可没有这么丢人的妻子 就连前妻 我说出去都觉得丢人 你 他妈似乎也被启到了 脸上带着一抹痛苦的指着我 高杰也被吓到 急忙跑过去 妈 就在此时 我放在兜里的手机 传来一丁的一声 当我看到其中内容时 我心中冷笑了一声 就这可还没结束呢 那私家侦探调查的内容 都已经发了过来 我直接把手机放在他们面前 一脸冷笑的看着他们 你们自己看看 你们口中的好女儿 都干了什么好事吧 相信我 你们会对你们的女儿 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 高杰父母 似乎也被手机上的内容震惊到了 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我耸了耸肩 别急啊 后面的东西还多着呢 高杰这时就像是 被踩到了尾巴的野猫 一脸愤怒的指着 李彻 你到底要干什么 难道你真的一脸面子 不给彼此留吗 哈哈 面子 自己做的事难道自己不敢认 高杰父母此时也哑巴了 一脸小心的看着我 小李啊 这 这一定有什么误会的 小杰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的 小杰 小杰你快解释一下 高杰为言张了张嘴 却一句话说不出来 只能一脸手足无措的站在旁边 他父母看到这一幕也愣住了 只能是看着我 小李 这 我直接转身离开了包间 高杰 这只是个开胃小菜 你会为你的行为后悔的 我说到做到 我们走着瞧 这点事却很快被我抛在了脑后 第二天很快就投入到了忙碌的工作中 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几天后当我走进办公室 竟然看到曾经我最对不起的人 我父母竟然就坐在我办公室 当我进门时 他们也看到了 我眼中瞬间泪花闪动 但是我张了张嘴 想要说什么 但是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妈却直接慢慢走了过来 轻轻抚摸了我的脸颊 颤颤巍巍地说道 孩子 你受苦了 都怪妈妈没本事 听到这 我泪水彻底止不住了 扑入了她怀里 哽咽着说道 妈 妈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们妈 没事的 孩子 妈知道 妈知道 没事的 我随即看向了 依旧坐在那里抽烟的父亲 一脸犹豫地说道 爸 我 我爸把手里的烟掐灭 冷哼了一声 知道错了就好 我文言却笑了出来 我爸从小就是这样不善于表达 但是我依旧能感受到 他只是爱的深沉 苏承此时一脸笑意地 看着眼前的一幕 悄悄把门带上了 把所有的空间都留给我们 很快 中午到了 苏承端着几方外卖走了进来 叔叔阿姨 你们还没吃饭吧 我给你们点了点外卖 你们先吃 等下午我们出去吃 我妈看见苏承走了进来 一脸笑意地说道 小承啊 多谢你对我们家小车的照顾 哎这孩子从小就轴 你多费心了 苏承放下外卖笑嘻嘻地说道 阿姨你可别这么说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而且公司这边还得靠他帮我们呢 就在此时 浩子突然领着一个女孩走了进来 哎 哥 那个演女一号的演员我找好了 你们看看合适不 当我转头时 只见一个长相清秀可爱的女孩 站在那里 可能不惊艳但是很耐看 就在此时我突然想到什么 刚想说什么已经来不及了 只见我妈突然眼神发光地走了上去 拉着那女孩坐了下来 哎呀 小姑娘 你叫什么 长得真俊啊 家里哪里的啊 看到眼前的一幕 我一脸黑线 我就知道死亡三连问 那女孩也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 说话都开始磕磕绊绊了 苏洛西一脸局促地看了我一眼 似乎也不知道该如何接话了 这局面确实有点太尬了 这估计是我这辈子最尬的时刻了 果然后面的对话不出我所料 哎呀 小姑娘啊 不知道你有没有男朋友啊 苏洛西一脸尴尬地看着她 没 没呢阿姨 我刚毕业现在还想以失业为主 我妈听到这眼神更亮了 对对 失业好啊 但是自己的大事也不能耽耽的吧 你看阿姨的儿子怎么样 别的不说 这长相 听到这 我尬得能扣出三十一听 赶毛拉住了她 哎哎哎 妈妈妈妈妈 人家是我们公司请来的员工 你就别在这乱点鸳鸯谱了 好吧 咱吃饭吃饭 我妈一脸不高兴的谁开我的手 员工怎么了 员工也要谈恋爱的 好吧 而且这小姑娘长得多周正了 多好 听你妈的 没错 我瞬间满头黑线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 随即赶忙给苏承使了个眼色 才结束掉这场修罗场 把我妈送回别墅后 我刚忙回到公司 刚进来就看到苏若曦一脸乖巧的 坐在沙发上等我 我一脸无奈的走了过去 你好 实在不好意思 最近家里出了点事情 我妈见谁都想说两句 你别介意哈 苏若曦带着一抹笑意的看着我 没事李总 我妈在家也一样的 这样也挺可爱的哈哈 看苏若曦眉眉眼弯弯的模样 我内心瞬间觉得 这就是我要找的女一号 这感觉对了 随后当苏若曦看完最初版的剧本之后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选择签了下来 就在我准备拿出准备好的合同 准备签约时 苏若曦却拦住了我 李总 我想问问我可以选择拿分成吗 文言我没头一条 这小姑娘不简单啊 竟然看出了这游戏的潜力 不愧是全国顶级传媒学院出身 这眼光确实不差 随即 犹豫了一下说道 若曦 我这么叫可以吧 你确定吗 你都不怕到时候白眼了吗 苏若曦倾笑着看了我一眼 笑眯眯的说道 嘿嘿 我对这个剧本很重要 我看好它 文言我嘴角微微翘起 随后伸出手 放心不会让你失望的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在重新准备合同时 我从和她聊天之后得知 原来她今年刚刚准备毕业 但是却得不到什么好的剧本 几乎可以说是一直在跑龙套 所以对于这个机会她格外珍惜 对于苏洛西这个女一号 我是十分满意的 形象气质都十分符合我的预期 安排好女一号后 接下来的几位角色 相对来说就好选一点了 但是我依旧保持了严格的标准 这毕竟是公司最为关键的一个节点了 马虎不得 终于在半月之内找起了所有的角度 一位极致诱惑的午夜魔女杂志社编辑 一位知性温柔的艺术之花 会展策划师 一位刁蛮任性的青梅竹马 附加千金 还有性感火辣的妖艳女神 会计 高冷霸道总裁 会计师所合伙人 当阿峰和小凡那边都准备好时 随即正式进入拍摄环节 就在我松了一口气 刚刚准备开始拍摄时 没想到意外却出现了 就在我们刚刚调试好机器 正准备开始拍摄时 突然一个人挡住了我们的摄像头 不好意思 我们这边未经允许禁止拍摄 请您配合 谢谢 我心中咯噔一下 急忙走了过去把她拉到了一旁 这个兄弟 我们这都是报备过的 您放心一切手续都是合规的 你给通融通融备 随即拿出了一包中华塞在了她怀里 但是没想到的是 她竟然一脸严肃的把烟扔到了垃圾桶 你好 现在是执法时间 如果你在这样 我有理由怀疑你在贿赂我 听到这 我大概也明白了 这是有人在背后使办子啊 周明 这就是你憋了几天想出来的损招 我给你半个小时清场 不然我们就要强制执行了 到时发生了损失 该不负责 希望您配合 我心中冷哼了一声 就这点手段 随后直接打电话给了苏承 之前一直都是她在和上面接洽 当初公司作为本事模范创业项目 曾经邀请过市长来视察 结束之后 市长秘书曾经把电话留了下来 说是作为本事模范企业 要是有什么困难可以给她打电话 明连人都知道这是市长的意思 毕竟字母跳动公司 可以说是她的几个重大政绩之一 她不允许别人破坏 看到我到一旁打电话 那人一脸嘲讽地看着我 呵呵 你不论你打电话找谁 我这都是正规执法 谁来的都没用 我看着她嚣张的模样一脸冷笑 我看你等会还笑不笑得出来 就在此时 苏洛西拉了拉我的衣袖 一脸担心地看着我欲言又止 我安慰地拍了拍她的手 给了一个放心的眼神 十分钟后 那人的手机响了起来 在接起电话的一瞬间 原本嚣张的脸色立即变色 急忙点头哈腰地走向了一旁 我抱着手臂 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 嘴角带起一抹不屑 很快那人那人一脸陪笑地走了过来 滴了一根烟 这个 李总刚刚是小的 有眼不识泰山 宁消消气 我没有接 反而一脸嘲讽地看着她 我还是喜欢你刚刚桀骜不驯的样子 那人脸色一变 但还是一脸小心地说道 是我的错 李总您高抬贵手 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就行 滚吧 我冷哼了一下 为难这种小喽啰没什么水平 随后拍摄正常积蓄 但是导演似乎对于苏洛西的表演 不是很满意 连续飞了好几条 这个苏洛西是吧 你这个眼神有问题 注意你看镜头的眼神 你谈过恋爱没有 想象一下镜头对面 是你的男朋友的那种眼神 你现在的眼神太平淡了 苏洛西脸色微红地站在一旁 不 不好意思 我再试试 我皱了皱眉再看了一条 结果还是同样的问题 脾气再好的导演也受不了了 后续的话几乎都是吼出来的 我深吸一口走了过去 一把拉过了苏洛西 脸颊一点点靠近她 就在鼻尖即将触碰到的 一瞬间听了下来 紧紧盯着她的眼睛 甚至于我能感受到她的鼻息 她的呼吸渐渐急促 眼神渐渐发生了变化 记住这个感觉 随后我抽身离去 重导演招了个手势 再来一条 欧客 爱神 当再次开机 苏洛西这次几乎可以说是 瞬间就进入了状态 完美复刻了一个青涩的爱情 看着苏洛西的样子 我脸色突然一暗 眼中闪过一丝失落 这段词是我写的 听着那熟悉的话语 仿佛曾经那段记忆再次浮现 心中闪过一抹疼痛 咔 哎对了吗 这个感觉就对了 这个眼神绝了 还是理总有办法啊 导演满意地看着摄像机 随即带着一抹恭维地说道 我勉强笑了笑 当我转头刚好对上了苏洛西的眼神 当看到那双深情的眼神时 我心中一颤 感冒以身体不舒服为由离开了片场 找到感觉后 拍摄进度快得不少 很快大部分的情节都完结 剩下一些收尾工作 剩下的就要交给阿峰和小凡那边了 随后的一个月之内 底片开始导入了游戏框架 很快一个出世版的游戏正式出路 接下来就要靠苏城去拉投资了 毕竟只靠我们一个公司的力量收益太小了 不出我意料的是 看好这个游戏的资本还是不少的 宣传费用已经超过了制作所花费的成本 半月之后 游戏正式成型 为了犒劳大家这段时间的努力 索性直接包了酒店开始庆功宴 六子在庆功宴上忍不住了说道 哇 彻哥还得是你啊 这游戏能这么快成型多亏了你啊 多的不说了 做兄弟在心中 我先走一个 看着大家开心的模样 我也没有扫兴也跟着走了一个 呵呵 别这么说 这事都是大家的功劳 没有兄弟们就没有今天的我 我也在这里提一杯 我感谢大家 大家也都站了起来一起干了这杯酒 随即大家正式开始了公愁交错 我则是趁机溜了出去 我原本就是不怎么喜欢喝酒 按照我哥几个的尿性 我要是不溜 今晚非得躺着出去不行 看着烦心点点的夜晚 我内心的孤独突然涌上心头 这段失败的婚姻给我造成了伤害 我不知道会用多长时间来修复 或许很久吧 突然之间身后传来的脚步声 当我回眸望去时 苏洛西穿着一身白色碎花裙走了过来 一点笑意站在月光下看着我 天上的月光映照在她身上 那一瞬间我有点待住了 看着我的样子 苏洛西扑斥笑出来声 犹如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一般 原地转了个圈 好看嘛 我文言老脸一红 不好意思地转过头去 好 好看 苏洛西双手背在身后轻轻走到我身边 那彻哥 我这么叫你没问题吧 我不自然地点了点头 内心砰砰直跳 那彻哥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 我明天想邀请你一起吃个晚饭 不知道我们的李总赏光吗 我深吸一口气 勉强平复心情答应道 好好啊 苏洛西听到我答应 眉眼弯弯地看着我 嘻嘻 那我明天等你哦 记得别迟到 看着苏洛西离去的背影 我陷入沉默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几乎在公司所有人的眼里 我和苏洛西都是很般配的一对 而且苏洛西这段时间的变化 我也能感觉出来 有一说一 苏洛西温柔之性 整个人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尤其是那一双风情万种的眼睛 在她面前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男人 不会心动 但是我的内心却有点退缩了 只因我刚刚经历了一段 极其失败的婚姻 让我现在立刻放下过去 重新投入一段新的感情 说实话我做不到 而且 我不想要把这份遗憾 带给下一段新的感情 这对于苏洛西不公平 凝望着夜空中那颗明亮的月亮 我眼角流下了一滴泪水 对不起洛西 我 我太害怕了 害怕在这段感情里 给她也造成一段伤害 害怕再次陷入一段失败的婚姻 从而彻底坠入深渊 突然之间放在一旁的手机响了起来 当我看到来电对象时 瞬间收了眼神中的伤感 变得冰冷无比 喂 查出什么东西了吗 放心 不会让您的钱白花的 相信我们这个消息 你一定会十分感兴趣的 别废话 说 好嘞 根据我们的调查 周明和高杰这对狗男女 还真是有意思 首先 周明这次之所以调来京城 完全是因为 他养在京城的情人 怀孕了威胁他过来的 而高杰对于这件事情 完全不知情 听到这 我嘴角露出一抹不屑 果然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未到 高杰该你尝尝这种 被人背叛的滋味了 还有吗 嗯 还有一个更劲爆的 所谓的高杰和周明的两个孩子 其实和周明没有一丁点关系 呃 严格来说还是有点关系 别废话 说重点 呃 这两个孩子 其实是高杰和周明的弟弟周朝 偷情所生 当初高杰给周明的DNA报告 全是周明这个好弟弟伪造的 听到这 我瞬间被气笑了 说实话 我都有点庆幸 这次高杰的行为了 把我从这个泥潭里推了出来 这关系 说实话都赶上甄嬛传了 我觉得可以用网络上的一个热词 来形容高杰十分贴切 深化母体 我们搜集到了所有证据 都会发送到您手机上 那您看尾管 我知道了 尾管等会我会给你打过去 随即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看着手机上传来的所有证据 我露出一抹冷笑 呵呵 周明高杰这次 我会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但是令我感到意外的情况 还是发生了 第二天 当我来到约定好的餐厅时 苏洛西静静静坐在那里等着我 看到我走进来 苏洛西脸上绽放出了灿烂的微笑 起身迎了过来 今天的她一身黑色的长裙 搭配一个雪白的砍肩 看起来充满了知性的魅力 哥 你觉得我今天怎么样 很漂亮 仿佛一个美丽的天使 天生的女主角 这倒不是恭维 而是确实如此 虽然现在刚毕业的她 还是不温不火 但是我相信 只要这个游戏火了 苏洛西必定会一炮而红 而且会火遍大江南北 成为无数宅男的梦中情人 经过这段暗时间的相处 苏洛西不论对待剧组 包括公司的任何人 都是温柔善良 对于周围人的情绪 都十分的照顾 几乎可以说是 每个男人的理想型了吧 嘿嘿 哪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你再这样说 我可是会骄傲的 刚刚落座 苏洛西双眼 带着一模一样的情绪 看着我 当我对上那一双 柔情似水的眼神时 我内心猛的一颤 原以为平静的内心 再次泛起波澜 哥 我听苏哥说起了你 你的往事 你 你还愿意再尝试一次吗 听到这句话 我猛然愣住了 随即陷入沉默 对面的苏洛西 深吸一口气 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 哥 我知道你被伤害过 你如果还愿意 尝试一次的话 我 没等他说完 我直接出言打断道 洛西 我 我毕竟是一个离过婚的人 而你却刚刚毕业 正是青春年华 这对你不公平 爱情里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 我喜欢你 这就够了 难道不是吗 我叹了一口气 将心中那一抹不舍 强行压了下去 看着他说道 洛西 你就仿佛天上的明月 而我 而我不过就是一个 跌入深渊的烂人 爱情毕竟不是一切 我们不合适的 听到这句话 苏洛西严重的泪水彻底决堤 泪眼朦胧地看着我 不 不是这样的 你才不是这样的呢 在我眼中的你帅气睿智 温柔善良 才不是那样的 看着眼前的苏洛西 我的内心也在低血 但是我知道我不能耽误他 他值得更好的人 洛西 经过这短时间相处 我一直当你是一个可爱的妹妹 我是独生子 那天我父母也喜欢你 要不 要不你做我妹妹吧 我 不 我才不要做你的妹妹 我告诉你 无论你走到哪里 天上的明月永远跟随着你 听到这句话 我内心猛地一颤 心脏仿佛被一只大手紧紧握住 仿佛彻底无法呼吸 原本被撕开的内心 在这一刻再次感受到了温暖 我忍住流下即将流下的泪水 抢挤出一抹微笑 伸出一只手轻轻拂去 太眼角的泪水 好了 乖 我知道了 你给我点时间 我会给你一个答复 听到这句话 苏洛西却只是直勾勾地盯着我一句不说 好了 别哭了 妆都哭花了 小心一会不漂亮了 苏洛西挥手擦干脸上的泪水 一声不吭地拿起一旁的包包走向了卫生间 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我深深叹了一口气 我摸了摸口袋 拿出了一只戴在身上用爱招待的中华 虽然已经戒烟很久了 但是还是拿了一根出来 正准备点燃 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十分令我厌恶的声音 呵呵 服务员 你们这里是高档餐厅吗 怎么还有人在这里抽烟呢 你们也不管管吗 高杰 我回过头 果然看见高杰正一脸怨毒地看着我 高杰这一句话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一个年轻的服务员皱着眉头走了过来看着我 您好这位先生 我们餐厅是禁烟的 麻烦您配合谢谢 旁边的高杰和周明一脸幸灾乐祸地看着我 我眼神一寒正准备说话时 旁边一个似乎是经理的人急忙走过来一脸歉意地说道 不好意思李总 这是我们新来的服务员不认识您 我们餐厅并没有什么经验的规定 您自便 给您添麻烦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家餐厅竟然是苏城家里开的 相处了这么多年 我后来才知道他家里还有这一家餐厅 这小子藏得真身 那是后话暂且不提 就在我想要出现什么时 苏洛西走了过来 不管我愿不愿意直接牵起了我的手 我刚想甩开 谁知苏洛西一反常态一脸倔强地看着我 死死抓着我的手不松开 好啊李彻 你还有脸说我啊 你这是从哪找来的野狐狸精 是不是早就好上了 我就说吧 当初答应离婚的那么痛快 原来是等我给这个狐狸精疼位置啊 高洁一脸怨恨地看着我 仿佛一个他才是那个受害者一样 苏洛西看了看站在对面的高洁 似乎也是想到了什么 带着一抹询问的眼色看了看我 我无奈地点了点头承认 谁知苏洛西嘴角带起一抹奇怪的笑容 突然抱住我的手臂 我都能感受到那一抹温满 只见苏洛西一脸笑嘻嘻地看着我 夹着嗓子说道 这哥哥 对面没那个黄脸婆是谁啊 为什么那样看着你 平常都感觉不出来 现在突然听着苏洛西的家子音 只感觉浑身鸡皮疙瘩 我强忍着笑意 温柔地看着她说道 没什么 一个没人要的黄脸婆罢了 她哪里比得上你 苏洛西一脸做做地看着我 哎呀亲爱的 你怎么能当人家的面说人家呢 虽然人家确实是黄脸婆 但是你当着黄脸婆的面说人家黄脸婆 黄脸婆会不高兴的 这句话彻底刺激到了高杰 高杰被气得浑身发抖 颤颤巍巍指着我们 你 李彻 你 我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 别急啊高杰 这才哪到哪 虽然原本计划的不是今天 但是既然几天撞上了 那就择日不如撞日 我松开苏洛西的手 慢慢走了周明和高杰的餐桌上 嘴角扬起一抹神秘的微笑 高杰 作为你的前夫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 但是我还是好心送你了一件礼物 相信我你会很满意的 随即我拿出手机 把那斯家侦探查出来的 关于周明的情人 以及怀孕的证据 慢慢放在了他面前 高杰刚开始 还是一脸愤怒地看着我 但是当他看到上面的内容时 眼神瞬间愣住了 似乎不敢相信手机上的内容 不断在手机上上下翻炒 似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高杰现在的模样 我露出了一抹报复的笑意 高杰看了半天 终于忍不住了 直接站了起来 一巴掌打在了对面周明的脸上 一脸愤怒地指着他 周明也被打蒙了周眉 看着眼前的高杰大声吼道 高杰 你疯了是不是 你敢打老子 好你个周明 当初睡老娘的时候 说得好听 什么我和李扯离婚 你就一心一意对我好 你竟然还在外面养了个小的 还怀了 老娘撕烂你你这老渣男 周明原本愤怒的眼神 瞬间变得躲闪 断断续续地说道 你 你在胡说什么 什么小的 没有证据不要乱讲 我 什么时候有亲人了 好你个周明 证据都摆在来脸上 还狡辩 你自己看看吧 说着就把手机 直接推到了周明的脸上 当周明看见上面的内容时 脸色瞬间大变 急忙拉着高杰的手求饶道 小杰 你听我解释 不是这样的 我 他们之间的争吵 将餐厅所有人的目光 都吸引了过来 大家都兴兴有味地看戏 我看时机差不多了 就准备加剧这场闹剧 我反身从苏洛西那里 寄来一部手机登陆我的邮箱 一脸笑意地走到了周明旁边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周明直接一把推开了我 指着我怒骂道 你给老子滚开 都是你这个扫把心 在这拨弄是非 你给老子等着 我却并没有生气 反而一脸同情地 把手机放在了他手里 兄弟 作为你的前夫哥 哥们也不忍心 你一直被这个娘们欺骗 哥们也送你一份礼物 来慢慢看不着急 周明看着我的表情 将性将意地 把手机拿了起来 当他看到上面的内容时 被周明的眼神吓到了 原本愤怒的气势 都被压下去了不少 周明 你自己做的那些肮脏事 还敢这样看着我 你 在高杰一脸震惊的目光中 周明反手一巴掌 打得高杰一个亮呛 转头愤怒地盯着周明 你 你个骚婆娘 你还敢说我干的肮脏事 你自己难道是什么 青春小女孩吗 说吧周明直接把手机 甩在了高杰的头大 砸得高杰头破血流 但是当他看到上面的内容时 也顾不上头上的伤口 带着一模慌张地看着周明 不是的 你听我说这都是假的 一定是理撤伪造的 一定是 老公你要相信我 给老子滚开 老子早就看出你们不对劲了 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你这个骚婆娘 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 周明和高杰直接打在了一起 看着眼前混乱的场面 我脸上露出了一抹 报复成功的表情 高杰周明 喜欢我送你们的这份礼物吗 赶忙拉起在一旁 看热闹的苏洛西 捡起掉在一旁的手机 跑向了餐厅外面 我牵着苏洛西的手 走在了大街上 她还没有从刚刚的场面中 回味过来 丝毫不顾及形象地笑道 哈哈 哥你是没看见 刚刚那对狗男女的表情 真是太逗了 哈哈哈哈 我一脸温柔地牵着她 慢慢往前走 片刻之后 苏洛西终于反应了过来 脸色微红地看着 紧紧握住的双手 温馨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很快就到苏洛西家楼下 我站在楼下 静静地看着苏洛西的背影 她突然转过了身子 一脸认真地看着我 哥 我会一直等待着你的答案 一直 说完这句话 转身走进了电梯 消失不见 我深吸一口气 或许也确实该开始 新的生活了吧 一月之后 完了 我被美女包围 正式发布 在巨额的宣传加成下 就在当天这款游戏 在国内游戏圈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付费量成爆炸时增长 甚至于直逼换兽帕鲁 所创下的记录 毫无以为 这款游戏彻底爆火 当然同时 还有其中的各位女主 其中苏洛西 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 毫无意外地 成为了全国 无数男生星目的女神 公司 我和苏洛西 以及兄弟们 把会议室的大屏幕 围得水泄不通 突然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 破千万了 游戏销售分数破千万了 销售额破业了 瞬间引爆了全场欢呼 Yes 破记录了 哈哈 果然我们的记录 还在我们自己破 看着兄弟们高兴的样子 我转头和苏洛西相视一笑 这或许是对大家 这段时间努力最好的证明 我和苏洛西并肩走出办公室 看着静静 跟在我身边的苏洛西笑了笑 好了 你现在也算是圈里的名人了 怎么样 下一步准备去哪里发展了 苏洛西看着我认认真真地说道 哼 某人可还没给我答案呢 就想要捏我走了 我告诉你们都没有 那 这就是我以后的发展 他随即从旁边 拿出了一份合同 递到了我的手里 字母跳动娱乐公司 聘用合同 没错 我考虑到鸡蛋 不能放在一个篮子的道理 而且毕竟游戏开发投资 都不会小 这几次算是投机取巧 其余的3D大作 那个不是几千万的投入 只靠他一个失误 就有可能把公司拖垮 所以经过商量之后 决定趁着完了 我被美女包围这个游戏的热度 直接切入娱乐赛道 应该会有一个不错的发展 而靠着这次爆火的苏洛西 原本可以有用好的发展 却选择留在了这里 我看着她的深情的眼神 内心再次颤抖 但是 我依旧不敢轻易 再次尝试一段新的感情 眼神只能不断躲闪 苏洛西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不过随机再次婉然一笑 拉起我的手轻轻说道 没事的 我可以的 我会等到你的那个答案 随机嫣然一笑转身离去 看着她的背影 我的内心感到十分复杂 一年之后 当我站在交易所台上敲响钟声时 正式宣告字母跳动公司正式上市 当我目光扫向台下时 那一道熟悉的身影 依旧带着一抹微笑 静静的站在那里看着我 当天晚上 所有人都在庆祝时 我看到了那道身影 静静的走到了阳台上 凝望着月空中那轮明月 我默默走了过去 似乎是听到了我的脚步声 她慢慢回过了头 笑音音的看着我 哎 大家都在庆祝 我们的大功臣怎么能缺席呢 赶快回去 说着 伸出双手慢慢推着我 然而我却一动不动的盯着她 她脸色瞬间涨红 在自己的脸上摸了摸 怎么了 我 我今天脸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 我 若曦 做我女朋友好吗 她瞬间愣住了 双手紧紧捂住嘴巴 眼中闪过泪花 你 你说什么 我 我 我双手把她拉到了我身前 静静看着她 一字一句的说道 我说 我喜欢你苏若曦 做我女朋友好吗 苏若曦双手不断吹打着我胸口 带着哭腔说道 你个大坏蛋 你知道我等这句话等了多久吗 你知道吗 全文完